好 各位大家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祝晚上好 很久不见盛世想念 主要去参加了一个Token2049 在新加坡见了很多朋友们 然后差不多在东南亚逛了一圈 然后现在回来 对吧 差不多近两个月 从10号到30号刚回来 然后休息了一天 差不多两个月 见了很多的朋友 去了很多的地方 遇见了很多人 感觉也回来自国 感觉国内的经济不太好 大家都想要赚钱 对吧 但又没有办法赚钱 实业又很难 虚拟业又很难做 对吧 再加上政治也不太好 对吧 前两天 前总理的事情 对吧 那回来之后 我们就立马回归了币圈 先拿了Ti的空头 好少 我感觉就发了几百个 感觉发了好少 然后呢 发现这个 之前投了一个Miria又涨了 对吧 然后 现在宣布回归 我还是觉得币圈比较有意思 我们开始全心全意的全职奋献与币圈 给大家做分享 那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做视频 主要是一直在游历四方 不太方便 在国内网络也不太方便 所以就没有做 对吧 但是在这两个月期间 然后看到币价确实还是有所反弹 对吧 我们比特币不知不觉又到了三万四 走的时候好像是两万六到两万八之间 不知不觉又到了三万四 以太又回到1800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是属于跑赢 在这个周期里面 在这个三到六个月的周期里面 比特币可以说是跑赢了很多的币种 对吧 跑赢了以太 跑赢了BNB 对吧 跑赢了很多很多币种 当然了 这两天看全网都在来 Solana 对吧 当初也算是很早发现的Alpha Solana 在两刀左右发现的Alpha 当初Solana真的是非常夸张 从两刀到250刀 现在也涨一倍多了 对吧 从最低的大概七八刀 涨到了38刀 那Solana的春天是不是回来呢 我们可能花点时间再研究一下 再重返Solana生态 确实Solana在FTS FTX爆雷之后 在SBF被捕之后 生态遭到重创 那现在怎么样 我们也到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 整个Solana的生态 在游历期间 也见了Solana的一些基金会的人 很多都是亚洲人 对吧 在美国的亚洲人 所以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Solana生态 好 还有就是我之前非常看到的Town Town表现也不错 一直站在两块以上 对吧 站在两块以上 那我未来做视频呢 会把文字版放到Twitter上 放到Twitter上 也会把文字版放到Friends上 Friends.tech上面 虽然我没怎么经营Friends.tech 但是很多粉丝都是花钱买了key 虽然便宜啊 几十块钱 0.05个以台 还是什么0.06个以台 对吧 二三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就可以买个key 对吧 但是不能辜负大钱了 好 我们看一下昨晚发生哪些 有些是比较重要 但是我自己没有亲自尝试 对吧 就放在这 第一个是Nostra 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个 在Taproot上面一个新的协议 这个可以发币了 对吧 他自己发了两个币 一个叫做Trick 一个叫做Cheat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是在西方是万圣节 对吧 Halloween 在北美今天是万圣节 在澳洲昨天是万圣节 所以他发了Trick and Treat 爆拉180c 然后Nostra据说 可以在Taproot上面直接发币 对吧 未来是不是USDT 等可以直接放到比特币的二层 Nostra上 那这个就非常牛逼了 所以 其实整个币圈 整个生态 还是非常的蓬勃 对吧 谁真的能跑出来 哪个二层真的能跑出来 还真的不好说 对吧 当然现在以太作为一层 看似是老大 对吧 那说不定比特币如果 它的二层能够有像以太那样可编程 那比特币一层 是不是能够成为老大 那毕竟以特币的算力还是应该最强吧 对吧 好 这个是Nostra 昨天有一个消息 对吧 全网都在说 全网都在说 什么马斯克啊 在接受一个采访当中强调 奥迪奥斯啊 在买这个NFT 对 那这个 到底是真是假 有的时候已经是辟谣了 是吧 媒体随便发放消息啊 之前有一个乌龙一样 对吧 说 BlackRock 对吧 他的IBT 已经通过了 对吧 有一个消息啊 乌龙啊 然后爆拉一波 然后又暴跌了 原来是个乌龙消息 那这个是真是假 也不好判断啊 很多小伙伴在下面留言说是媒体肆意乱发 对吧 现在的媒体啊 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对吧 看到什么东西也不求证啊 就直接发了 好 那这个应该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对吧 那是不是马斯克会关注这个Odinose呢 是不是马斯克要开始炒这个比特币上面的NFT呢 那我们要拭目以待 对吧 我看一下啊 目前比特币上面的NFT 它的龙头是青蛙对吧 这个青蛙还是蛮火的 对吧 还是蛮火的 是不是要买一个 我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买一个 我感觉应该买一个 FROX 好 呃 然后昨晚就是全网都在等待的Celestia 对吧 DA层啊 Celestia上线了 对吧 它的代比叫TIA 它有很多空头 但我还有空头很少 我没拿几个 几百个吧 我有四五个帐啊 也就是几百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不 可能我们可能我没Claim好啊 呃 但是呢 确实啊 现在 现在 也很 我还没卖 太少了 对吧 两块多啊 两块多 对吧 两块多 我还没卖呢 呃 但据说在韩国啊 一度飙升到八岛啊 这个 这个这个炮菜 市场真的是很疯狂啊 我们知道炮菜真的很疯狂 呃 还带帮了山寨了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T啊 对吧 他现在市值只有118啊 连前100名都没有进去 相对来说表现一般的表现一般 好 一共有10个亿的代比 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啊 好 呃 还有就是啊 USDT啊 Q3发布了报告 对吧 USDT非常的强劲啊 USDT是一个不败的神话啊 很多人一直在那个 从USDT发行啊 就一直有人在说对吧 USDT会不会爆雷啊 他这个中心化的发售啊 对吧 他的账上是不是坏账啊 但是从最新的Q3 他的报告上面来说似乎非常的稳啊 似乎非常的稳 他的准备金高达32亿美元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 他银行里面的真金白银啊 比他印出来的USDT还要多出32亿美元 对吧 就比较多 对吧 大家以为他有坏账啊 那应该少啊 他还多很多 所以说呢 还是比较稳 对吧 比较稳 好 还有就是比特币的分析 对吧 比特币啊 现在是所有人关注的要点 我们知道 最主要是ETF 对吧 最主要是BlackRock 红星贝莱德啊 或者叫做黑炎啊 他发的IBTC这个ETF 预期啊 是将会被批准 但是什么时候会批准 对吧 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 并且呢 我们也知道啊 明年2024年4月份呢 就会迎来减半 对吧 减半 那我个人估计对吧 应该ETF会在减半之后啊 被批准 对吧 因为减半的时候肯定会迎来巨大的价格的波动 对吧 那你去批 现在去批准 也就四五个月了 没必要 对吧 没必要 那最老化呢 应该是在减半之后批准 可能是六七月份 这是最早啊 那说不定呢 可能到明年年底 甚至是2025年初 对吧 所以呢 应该还是没有这么快啊 没有这么快啊 现在这个预期抄的比较厉害 分析师又开始来分析了 这些分析师从来不听了 对吧 他说2025年呢 会达到15万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总的来说 比特币肯定会有一波 对吧 现在是 现在是34,000啊 那如果ETF通过的话 我感觉突破个新高七八万是可以的 七八万是可以的 好 那昨天还有个消息就是 Unibot Unibot曾经一度分析了 从 也是从两块钱涨到了250块钱 但是真的搁了很多人啊 跌得很惨 对啊 涨到200刀是吧 最早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是两块钱 但没买啊 我去试了一下 主要是 私钥是他帮你保管 他会给你个私钥啊 你要 你要把钱充进去啊 所以就没买 就一下子错过 拉盘拉得太狠了 对吧 就后面就不敢买了 啊 虽然说没买没赚到钱 对吧 但是也没有亏钱啊 对吧 所以说也还好 如果你真的是在这种 这种地方 对吧 这种地方充进去 你没走的话啊 那就 就跌了一半了 对吧 100刀进去的话 就跌了一半了 风险还是很大 对吧 还有就是我看到啊 全网都开始在买 在买这个索拉拿 确实很多人在买 包括那个 鬼老也在买 对吧 很多华人啊 大的KOL也在买 鬼老KOL也在买 对吧 那我们这个索拉拿 一开始也说了 对吧 我们要看一看啊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新的生态啊 到底什么情况 就我目前看啊 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对吧 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好 最后呢 九大兄弟啊 回归币圈 对吧 周游 有没有周游时间吧 周游 就在东南亚 对吧 两个月之后呢 回来发现Miria讲的很厉害 对吧 还有PNP啊 之前没走啊 现在反正又返回来了 PNP是Pando上面 PNP是Pando上面的一个生态 对吧 看就行吧 之前跌的很惨啊 对吧 跌从 哎呀 多一点 对吧 一开始很高 对吧 后面Pando不行了 很惨啊 直接跌到六毛钱啊 现在你看 拉得很快 又到了一块七 对吧 又到了一块七 还有一个B呢 就是Miria Miria 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 Miria Miria 可以看 对吧 最早是这是刚刚拉盘的 就刚刚上OKX的时候 对吧 后面就一路暴跌 对吧 现在你看 上涨非常快 上涨非常快 因为我参与了早期的IDO 所以一直在挖 对吧 所以 挖到发现 回来发现涨了很多 涨了 本来是亏惨了 对吧 现在发现回本 以太坊本 我也回了60% 那还不错 对吧 OK 那就是 这里是韭菜兄弟 对吧 给大家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我们会 尽量是每天一根 对吧 持续更新 然后呢 也要感谢大家 对吧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好 最近在看莲花楼 还不错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 好吧 这里是韭菜兄弟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可以看 视频版 也可以看文字版 对吧 文字版其实也蛮好的 每天我都会总结一下 放到推特上 放到X上面 好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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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